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福永三十票,女主零票 此时的女主以信心尽失 彻底放弃 这时香菇头去找到她 给你次逆袭的机会 咋样,我们玩个游戏 若你赢了 我就把现有的三十票都给你 输了,你付我三千万M支票就行 福永讲解的游戏玩法 这里有张印刷错误 两边都是背面的牌 另一张则是普通鬼牌 福永把两张牌放进袋子 问道,你喜欢光明还是黑暗 喜欢光明 女主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光明,你就选正面 我是黑暗选背面 接着她洗完牌 让女主伸进去摸一张 这张牌翻开后 正反的几率各占50% 若翻开是正面的鬼牌 你赢 相反,若先开始代表黑暗的反面 我赢 若一抽出就看到花色 无法分胜负就不予计算 如此反复 谁先胜十次谁就赢了 我负责洗牌 你抽牌 完全公平的游戏哦 女主同意了 风看到两人比赛 想上前却被香菇头拦在了外面 比赛开始 女主第一张抽出的是鬼牌 赢了 但第二张抽出的是背面 输了 游戏持续进行 女主以香菇头的比分 逐渐演变为6比9 最后一张仍然是背面 浮涌胜 傻白甜的女主将三千万支票拱手送人 她颓废的贪婉在地 默念着对不起秋山 这时援兵来了 秋山终于赶到 女主又惊又喜 原来是风通知了秋山 随后女主将目前的战况告诉秋山 秋山说 抽牌输赢的几率各占50% 纯属扯淡 那是浮勇设计的老千 女主一脸疑惑 于是秋山解释道 抽出的牌一开始就是正面要重抽对吧 而说你喜欢光明 所以选鬼牌那面也是他事先设计好的 就算你说喜欢黑暗 他也会让你选有鬼牌的正面 他会说鬼牌代表黑暗之类的理由 根据约定翻过来正面是你赢 反面浮勇赢 表面看起来几率是50% 事实上 只要抽到两面都是背面的牌时 你已经输了 我们把两面都是背面的牌 分别以反面A和反面B代表 鬼牌的背面当作是反面C 你抽牌的结果共有四种情况 一开始出现反面C的话 翻过来是鬼牌你赢 一上来出现鬼牌正面就要重抽 而无论是反面A或反面B 出现都是浮勇赢 浮勇两面都是反面 不用重抽 不管哪面朝上翻过来一定都是背面 浮勇的胜率明明是你的两倍 但你可以以牙还牙讨回来 于是女主找到浮勇 要求再玩一次游戏 若浮勇输只需给女主10票 若女主输会给浮勇5000万 香菇头这只老狐狸 当然有所怀疑 但女主说 因为赢的几率是50% 刚才你赢了 我想这回该我赢了 于是香菇头同意了 条件是自己还选黑暗的背面 这只老狐狸可真够尖的 游戏开始 女主与浮勇的比分很快达到5比9 香菇头得意的说 我又要赢了 此时女主拿的两面都是背面的牌 疑惑的问 明明50%的几率 为啥正面总不出现呢 香菇头心里有鬼 催促女主赶紧继续抽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接下来女主开始连连取胜 直到9比9比分分分平 浮勇急了 拿起鬼牌仔细端想 你是不是做手脚了 女主一脸无辜想 我猜没有 不是个本是50%的概率吗 难道是你动了手脚 浮勇当然不承认 结果最后一张女主又抽的鬼牌 赢了 实际上女主确实做了手脚 秋深让她在两面都是背面的牌 侧边滑一下 从正面看是看不出来的 手摸才能感觉出来 而一直到中途抽牌 都是以浮勇赢两杯的概率进行 所以她不会想到自己被骗 反而当女主表现出怀疑时 她会急于加速比赛 果然一切如秋山所料 直到9比9的时候 香菇头才意识到 眼前的牌会不会被做了记号 可无论她怎么检查鬼牌 都是没问题的 浮勇气急败坏的质问女主 你是不是做了啥猫腻 随即拿起支票就想撕 风及时拦住了她 你的M契约已成立 若撕毁 你要背上一亿罚禁 香菇头直吼忍气吞声 扔下支票狂叫着离开了 风见女主也学会自我防卫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第六次投票结果公布了 浮勇35票 女主0票 由于产生了票的转移 变成浮勇25票 女主10票 其他人都被震惊了 纷纷指责浮勇背叛了自己 之后风公布了第八次的投票结果 女主的票数仍然只有10票 对于浮勇的奚落 女主表现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但实际上 她已偷偷开始了行动 女主先找到小伙刚也说 我想参加第三战 有20票就能成为候补选手 我愿付7000万 买你手中的10票 交易就这样成立了 女主的M契约上备注 此交易对其他选手保密 且7000万要再确认对方的10票 也转移给女主后代支付 即使说 在第九回的投票结果公布之后 第十回投票之前的 最后一个小时之内进行支付 第九回投票结果很快公布了 女主票数10 产生票数转移后 女主的票数竟一笑飘升至80票 所有人都瞠目结说 原来女主从每个选手那里 都交换来10票 刹那间他们都掏出了支票 将女主团团围住 斥责女主欺骗了自己 这时秋山站了出来 骗你们怎么了 这本就是欺诈游戏 刚也斥责局外人参与游戏策划 不符合规则 被封不回 复活赛可随意在私人物品参加 秋山被判定为女主的私人物品 在游戏规则方面没有问题 随后秋山说 你们八人没有确定可胜出的50票 而女主却有超出确定胜利线的30票之多 可以把多余的票卖给你们 觉悟吧 现在支配这游戏的人 是小侄 你们是生是死 全凭他一念之间 月之后事如何 且听雨哥下回分解 最后别忘了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 雨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的铁粉专区 提前更新八级视频哟 雨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转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